佛光希莱书院日前举行结业式 透过了云端见证青年们的学习成果 在生活当中积极实践幸运大师给的精神 要把人间佛教的智慧化为生命的力量 一字一句朗读优美诗词 或是在音乐身下大秀狐狸舞姿 佛光希莱书院第十三期课程结业 青年们带来精彩表演 同时也分享自己在学习当中收获满满 通过丛林有什么 然后让我感受到了佛法可以这么的贴近我们的生活 把那种晦涩难懂的知识深入浅出的呈现出来 而且通过每位法师不同角度的理解 然后夹杂了他们个人的体验 让我更去体会到了佛法不是树枝高格的宝贝 而是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 在我们身体里滋养我们每一天的活学活用的宝贝 依照佛陀的教会来为人处事 学习佛法依教奉行 认识自己以及改变自己 获得结业证书的同学有 由院长惠东法师亲自颁发结业证书 勉励青年借由学佛去除内心贪嗔痴 实现幸运大师给的精神自立立人 所以我们在人间佛教里面 怎么叫在生活中修行呢 就是能够在生活里面去不断地给予 不断地付出 希望我们所有的西来书院的同学 在这一期第十三期的书院当中 对人间佛教有了自己真正的认识 三个月学习旅程画上圆满句点 祈愿学生在下一期课程持续精进 把佛法智慧化为生活力量 这边是美国洛杉矶综合报导